把一碗玉米面粉倒进拱汤的开水中 给它搅一搅 出锅就是一道非常好吃的民间美食 吃过的人都连连称赞 马上就要过年了 家里边人很忙 就用这道美食做一下 来犒劳犒劳一下家人嘛 今天呢就把这个美食分享给大家 先别跟着视频起来看一下吧 我们先准备一个碗 里边加入一碗的玉米面粉 然后放到一旁暂时别用 锅中加入一碗的凉水 开火把水给它烧开 玉米面粉倒入到锅中 然后用筷子秀素给它搅拌一下 把玉米面粉呢全部给它打湿 所以烫一下呢 这个玉米面粉呢就很好的粘连 如果不烫的话 这个玉米面粉呢没有粘连性 而且烫过的玉米面粉以后啊 吃的更加的香 搅拌好以后 我们倒入到一个盆子中 然后我们再加入些白面粉 白面粉和玉米面粉的比例是10比1 然后用筷子呢 我们把它们搅拌一下 搅拌好以后 我们倒入清水 把面粉呢 我们给它搅拌成面絮 搅拌成面絮以后 我们把面呢 给它火成面团 锅成光滑的面团以后 放到一旁暂时备用 把清洗干净的胡萝卜 我们给它切成丁 现在切成厚厚的长条 然后我们再切成小丁 切好的红萝卜丁放到一旁暂时备用 去完皮的土豆 先给它切成厚厚的薄片 再切成厚厚的长条 背后我给它切成小丁 切好的土豆丁放到一旁暂时备用 清洗干净的香菇 也给它切成厚厚的长条 然后我给它切成小丁 切好以后放到一旁暂时备用 一块五花肉 先给它切成厚厚的薄片 再给它切成厚厚的长条 最后我们切成小丁 切好的肉丁放到一旁暂时备用 小葱 给它切成葱花 切好以后放到一旁暂时备用 小片生姜 用刀拍烂 再给它剁成酱末 剁好的酱末放到一旁暂时备用 碗中我们再准备一些黄豆芽 倒入一些清水 把黄豆芽浸泡起来 放到一旁暂时备用 皮渣我们把它切成厚厚的片 然后呢把皮渣我们给切成小丁 切好的皮渣放到一旁暂时备用 锅里加入食用油 油热以后把我们的猪肉丁下入到锅中 把猪肉丁炒出最后的油脂 煸炒至800 然后下入葱姜蒜 把它们炒香 炒香以后再来点黄豆芽 把黄豆酱和猪肉翻炒在一起 把炒出黄豆酱的香味 炒出香味以后 加入一勺的生抽酱油 少许的老抽 快速搅拌个五六七八下 然后我们盖上盖子 把火转成小火 把肉在锅中给它炖至五分钟 煸脏打开锅盖 这时咱们的肉就冻好了 把它简单的翻拌两下 下入我们切好的配菜 快速的把它们翻炒在一起 翻炒好以后 我们开始调味 加入一勺的生抽酱油 一勺的食盐 再来点蚝油 然后快速的把它们翻炒 然后锅里面加入一碗的开水 开大火 把开水给它煮开 煮开以后盖上盖子 转成小火 把它们在锅中炖至十分钟 直接倒打开锅盖 哇 好香啊 然后把我们的豆芽再放入锅中 切好的皮渣 用勺子给它们搅动一下 把豆芽和皮渣在锅中呢 给它煮三分钟即可 煮好以后 我们再勾上一个薄芡 用勺子给它搅拌一下 然后再倒入我们切好的蒜苗 再来点香油 用勺子搅拌一下 这样我们香烹烹的卤子就做好了 把我们和好的面呢 给它取一点 然后呢 把面 留搓成长条 这样就可以了 放入到和了机中 最后再给它拧上盖子 把我们的和洛 拧入到锅中 然后用筷子给它撑一撑 防止粘连在一起 撸好以后 用漏勺把和洛给它捞出来 放入到一个碗中 和里面 浇上我们打好的卤子 这样我们好吃又美味的和洛面 就做好了 方法超级的简单 过年啊 家家户户都非常的忙 您给家人来放这么一碗 和洛面 家人吃了以后啊 红生舒坦 又美味 今天和洛面的这个做法 就分享给大家了 如果你喜欢吃 就收担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